大家好,我是Mira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Kpop 喜欢idol明星们 在舞台上非常闪闪发亮的样子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明星们他们有这么风光的背后 就有一班在舞台背后努力的造型师 今天就想和大家讲一下韩国造型师的现实 韩国市装造型师产业 开始在90年代末 因为造型师这一行是不需要学历和经验 所以每年有很多人的志愿都是成为造型师 很多人都想在清探洞内发展 而实际上想成为造型师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加入一个叫做韩国造型师协会的网络社区 大部分人都会通过一些招募的贴文去进行面试 或者是如果你有认识人的话 就是这样人大人去介绍然后去面试 现在在那个社区的注册的会员 总共是有4032名 有很多年轻人都在从事造型师的工作 不知道大家提到造型师的话 会有什么印象呢? 应该很多人都会觉得 他们一定是跟明星的关系非常密切 然后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然后生活非常华丽 但是原来他们的现实情况 是非常令人震惊 在没多久之前7月6日 在首尔中澳区的全泰一纪念馆 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原因就是要告发造型师们不合理的劳动现状 在6月5日至6月21日 就对252个韩国造型师助理进行了问卷调查 有94%的受访者是女性 而其中67%的年纪是25岁以下 而平安造型师的年纪就是26.3岁 而其中 签了劳动合约的助理只有9个人 超过80%的人去答 就是没有加入到四大保险 什么四大保险呢? 就是在韩国合法工作的时候 公司是一定给员工四大保险 这个是非常非常之基本的 而有一位造型师A 他在2018年看到这个韩国造型师协会 出了一个铁文就说要请罪行师 然后他就去了报名 认证了之后就开始工作了 那在面试当天那里的室长就说 你知道我们的薪金不高的啦 然后就以韩币40万瓶 就跟A签了合约 那当然啦 因为这份合约是不合法的 所以他们是没有真的签名 他们就用口头的承诺而已 那在2018年的韩国最低工资 就是每个月157万3770瓶 那跟这个40万瓶是相差超级远啦 A是没有固定的上班下班时间的 完全就是要跟着艺人 他什么时候需要你 他就要去上班 然而是完全没有额外的津贴 那还有呢 实际上工作内容 跟他在你这个职位 是完全不同的 他是需要做活动管理 然后就要负责服装的赞助 洗衣 还衣等等等等 很多的不同业务 而他这样做了一年 但是呢 只是加了10万瓶的人工 因为那时候呢 造型师A就相信了失掌的说话 就是说 我之前都是这样做事做过来的啦 所以A就一直觉得 只要我一路这样做事的话 我做了一天 是会成功的 然后他就不断在管输自己 然后每天这样坚持 另外呢 在没多久之前 有Gatman 郑返君 曾经在出现综艺节目的时候 他有曝光过 因为他的老婆也是做过造型师的 而他老婆当时呢 都是只有50万瓶的月薪 那时他这样爆料呢 是令很多观众都大跌眼镜 那提回问卷调查的对象呢 其实每日平均劳动时间呢 是高达11.49个小时的 但是平均月薪呢 真的只有97万瓶 那2020年的韩国最低月薪呢 已经去到1795310瓶的了 那和他97万瓶这个价钱呢 几乎是相差一半那样 那而将他换成时薪的话呢 就是3989瓶 那今年韩国的时薪就是8590瓶 那而造型师去赞助商拿衣服的时候呢 那所有的交通费啊 什么费什么费都是要自己给的 那另外呢 因为其实每次你去借衣服的时候 都不是只有一件两件嘛 你通常要准备一大堆衣服的嘛 那长时间将这些这么重的东西去移动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发生这个追奸盘突出 那还有因为通常 艺人做事的时间都是不规律的嘛 所以很多的造型师呢 都会有失眠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病 那但是呢 造型师们呢 都说觉得这些不是重点 最令他们痛苦呢 就是失掌 或者是一些管理层 或者是跟艺人们是直接有关系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呢 有时候不是造型师的菜 有时候可能是艺人穿衣的时候 可能是勾到或者弄烂了一些配件的时候 是将这个弄烂了的责任 全部给他们 然而是要求他们赔偿 或者呢 是因为不满意他们选的衣服啊 然后就将衣架这样去弄啊 或者觉得他们手脚太慢呢 就去扔糖豆啊 衣架之类等等的东西 还有某些造型师去告发呢 就是说 除了上班时间里面 还有人呢 会叫他们召那些草物套 或者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 就是其实是做压死 那另外呢 在2018年的某个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韩国时装造型师协会的会长 崔淑基有说过 有某些艺人呢 甚至乎是没有考虑到 那个业务相关能力的情况之下 以不漂亮做理由呢 会会联络公司说 他们要换走他们的造型师 不知大家知不知道 现在韩国最出名的造型师呢 就是叫做韩慧妍 如果大家有看韩国众的节目的话呢 应该都会常常见到他的身影 因为他最近这几年是真的非常之红 他现在呢 是明星造型师之中最top的那个人来的 那韩慧妍呢 曾经担任过 李孝利 苏志淑 李孝利 李孝利 等等的一些非常之top的明星的造型师 那韩慧妍呢 在2017年的某个访问中呢 就说过 他之前和李孝利第一次拍广告的当日呢 他因为听说李孝利的眼光是非常之挑剔的 那所以他就准备了三十几套牛仔裤 和十几件T恤 那整整呢 是四大个衣架 李孝利呢 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看到他的样子呢 是非常之满意的 那因为这件事为契机 所以之后他们就开始一起工作了 所以可以看到造型师这份职业呢 是不单是之前说过的那种 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都可以挑战到或者坚持到的那种精神和体力 还要加上你是要具备与众不同的准备性 那样韩国呢 广播媒体这些产业呢 是非常之受年轻人的追捧 因为需求大胜 所以就算你觉得很辛苦很困难想辞职 但是就算你走了 你之后也会有很多人来顶替这个位置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的关系呢 这个这么恶劣的工作环境呢 就一直都未得到改善 那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 哇 做事这么辛苦 那为什么不辞职不走呢 为什么要坚持呢 虽然造型师这份工作很辛苦 但是造型师们呢 也有不敢随便辞职的理由的 原因呢 就是因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艺人 穿着自己选的衣服 他们受到大众粉丝的支持 追捧啊 热爱的时候呢 他们自己觉得很有成功感 是觉得非常之开心 那还有呢 听说有很多个造型师呢 因为他们小小就梦想着做这份职业 那所以他们在读书的时候呢 可能是升高中 或者是上大学去选择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选择相关的专业 或者是另外上一些补习班 一些化妆 或者是学造型的课程等等 但是因为其实整个环境是不合理的嘛 所以有很多网民都在表提 就说应该尽快改善这种 压取青年 青春 而获利的机构 是不是应该要遵守法律规定上的最低薪水呢 那艺人一日工作里面 就可以得到几百万瓶 几千万瓶 但是员工们却要受到这种对待 太不合理了 有很多等等的这种反应 那另外呢 劇名彭雍兽的造型师呢 其实他都有说过就是说 无论你怎样努力 实力有多强都好 如果你不可以坚持到 被人认可的那一刻的时候呢 其实都是没用的 虽然你可能透入一百百分比 热情都好 但是要坚持到 机会来临的那一刻是更重要的 另外呢 因为有不少的人呢 是因为想和人一起工作 或者是对娱乐圈有一些盲目的好奇心 或者幻想等等 但是他就觉得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 这份职业呢 绝对不可能坚持到很久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是目前韩国造型师们的一些现况 其实可以看到他们背后有很多辛酸 每一行我都觉得是不简单的 尤其是有关于娱乐圈的 好了那今天呢 我的分享呢 就到这边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里和我分享一下 希望之后可以再找多些有趣的话题 和大家再说 那我们在下一条影片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